穿进虐纹 男主认错救命恩人 对女主百般羞辱 还向冒充女主的树妹提亲 看着情义绵绵的两人 我反手就是两巴掌 什么东西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认不出来 什么玩意儿也敢冒充本小姐 虐纹女主不长嘴 但我长了 娃娃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证文开始 哎 听说了吗 陆家大公子要退婚呢 怎么会 她和柳小姐的婚约 不是老太爷在事实定下的吗 这谁知道啊 听说是看上柳家那个庶女了 也是 柳小姐整日捂刀弄枪 哪个男人会喜欢 我坐在马车里 听着街边的留言 心里除了想笑 没别的情绪 作为社畜 生平最凡那种狗血虐纹 比如女主救人被女配冒充 而男主明明有权有势 却愣是查不到自己救命恩人另有其人 于是对有婚约的女主百般羞辱 对女配百般呵护 直到女主被虐死 男主终于明白自己爱谁 然后智商上线 反念女配 大概是看文时怨念太深 于是睡醒在睁眼 我穿了 成了即将被退婚的柳家 大小姐柳念路 马车终于在摇摇晃晃中到达柳府 小丫鬟紧书急匆匆跑出来迎我 小姐 陆公子 他竟然要退婚 这就算了 他还要迎娶四小姐为正妻 不用他说 外面已传开了 连府中下人看我的眼神 都带上几分同情 进入前厅时 陆文轩正阵阵有词 念路几次三番为难香香 非我良配 我一不忍心 香香继续被欺辱 还望刘老爷准许退婚 怎么自己没脑子 还好意思捧一彩衣呢 陆嫁是几代薰贵世家 谁嫁进去 对柳家而言都是助力 何况便宜爹 本就不喜外祖家的强硬 平日里很是偏爱柳香园和马姨娘 这会儿便捋着胡子 扬装思考 娘亲气得手抖 你满嘴胡言 念路才不是那样的人 我就在这时缓步走了进来 娘亲与他们废什么话 看着已经因为在一起的狗男女 我深吸一口气 反手就是两巴掌 什么东西 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认不出来 什么玩意儿也敢冒充本小姐 两人被打蒙了 愣愣看着我 而在场吓人一片哗然 接着深深埋下了头 还是便宜爹最先反应过来 柳念路你做什么 疯了不成 他紧张地 窜到陆文轩和柳香园跟前 看着那红肿的巴掌印 很失心痛 我柔柔酸痛的手 爹爹不帮女儿主持公道 那女儿只能自己来了 柳念路外祖家世代武将 他自幼习武 别的没有 一把子力气 绝对能让两人的巴掌印三天削不下去 陆文轩缓过来后 便以不可思议的眼神望向我 什么救命恩人 我在椅子上坐下 勾起嘴角 去年腊月 东城前湖 溺水失旧 你还在梦中说 带醒了一定要好好报答我这位仙子呢 众所周知 你配能冒充女主 都是因为女主不长嘴 但我长了 原住里 柳念路把陆文轩拖上案后 就匆忙跑去找人帮忙了 那处人烟稀少 陆文轩又起了高烧 必须尽快就医 谁想回到原地 陆文轩不见了 后来得知他回了陆府 性命无忧 柳念路便放下了心 他不想邪恩图报 从未提过这事 哪能想到被柳香园截了虎 每次看到这种情节 我就憋屈的要死 现在吗 我爽了 柳香园惊慌不已 拉着陆文轩解释 姐姐胡说 分明是我救的你 文轩 你当时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呀 定是姐姐太喜欢你了 又听我念过几句 这才知晓当时的情况 我是懒得童狗男女多话 可便宜爹 哪看得了柳香园受委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为了不和文轩退婚 竟然还想抢妹妹的功劳 我撇别嘴 爹爹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想跟你说 便宜爹一愣 什么 马姨娘入府不久 便有了身孕实在太快 所以我查了一下 她入府前是有个相好的 哦 这是 便宜爹叔展开眉头 我知道啊 不过是个杀猪的痴心妄想罢了 可若我说柳香园与那杀猪的 下了七八分呢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这事是柳念怒死后 陆文轩性情大变 报复柳香园时查出来的 男人啊 总在失去后 智商忽然拔地而起 可惜晚了 事关自身 柳香园发出尖锐的报名 你胡说什么 我就是爹爹的女儿 便宜爹半信半疑 只是涉及自己的血脉 一时无法冷静 闭嘴 给我闭嘴 来人 把那杀猪的给我绑来 这是刘甫家事 便宜爹不想让人看了笑话 沉着脸让陆文轩回去 那乃行啊 婚还没退呢 我让景叔拿了玉佩和婚书出来 诺 定婚信物还你了 陆公子你记住了 本小姐从不做回收垃圾的事 阅文套路 男主得知真相后 必然翻然悔悟 那我也必然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啊 便宜爹不愧是人精 这会儿还想着柳家荣耀 我眼急手快 抓过桌上属于柳家的信物和婚书 带着娘亲闪了出去 想来爹爹还有钥匙处理 我们就不打扰了 杀猪的上味道 马姨娘来了 走出两步后 听内传来爹爹抱跳如雷的声音 贱人 接着是柳香园和马姨娘 戚戚爱爱的哭声 简直犹如天籁 这两人算是女主悲剧人生的始作俑者 提前解决了也不错 回到院子后 小丫鬟景叔满脸心疼 小姐受委屈了 我不顺在意的挥挥手 委屈什么呀 这种大好日子 普天同庆啊 女配陷害女主划破自己的裙子 男主信了 当这一众人指责女主善赌 女配陷害女主给自己下药 男主又信了 大骂女主人品败坏 男主一次又一次眼盲心下 可女主就是你虐我千百遍 我带你入初恋 整一个恋爱脑 我抓起桌上陆文轩的画像 团霸团霸丢进火盆 从前是我脑子不好 刚见笑了 待在府里实在无聊 于是我躺了几日 带了警叔出府逛街 刚走到街角 就遇到地痞流氓 欺负梁家妇女 跟了小爷我 保管你吃香喝辣 那女子惊慌失措 哭得满面泪痕 陆公子请自重陆公子 看着是不像陆文轩的 但姓陆的话 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于是我上去就是一脚 曲曲一根 猖狂什么 啊 那流氓哀嚎一声 竟是飞出去 砸翻了对面的豆腐摊 我自知没有这般脚力 扭头一看 原是旁边有位仁兄 和我同时伸出了正义之脚 对方一身黑色静衣 身姿挺拔 面容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瞧着还有几分眼熟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荣明 三表哥手下的 回来奔丧 因为三表哥的嘱咐 这位听闻怒文轩做的时候 没少帮柳念露出头 奈何女主根本不听 还让她少管闲事 本就没多亲近 一来二去 对方自然也不管了 人群中 我俩互看了几眼 没等寒暄两句 地痞流氓捂着肚子爬起来 柳念露你盛世疯了 你竟然敢连和外人打我 你等着 我一定让我哥修了你 流氓气急败坏 望着那张扭曲的脸 我也终于想起 这位是谁了 陆文轩的堂弟陆玉成 作为男主女配的走狗 没少羞辱女主 荣明似乎想说话 看了我一眼 还是选择沉默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柳念露 瞧你造的孽呀 关于我和陆文轩的退婚风波 晚京城早传的沸沸扬扬 陆玉成一番未娶先修的话 更是将柳念露的脸面 丢在地上踩 所以我也没给他脸 陆文轩有婚约 还和其他女子暧昧不亲 被信弃的小人 还敢谈休妻 也是 瞧你都敢当街抢抢民女 可见陆家是没什么好东西的 从前因为柳湘元的设计 人人都嫌柳念露死缠烂打 恶毒不堪 可他有婚约呀 是堂堂正正的未婚妻呀 所以陆玉成面色一僵 那你赶紧滚吧 我上前一步 还是说想再挨几脚 陆玉成七晚怕硬惯了 加上边上还有个荣明 立刻捂着肚子跑了 我在百姓的叫好声中 安慰了那女子两句 转头对上荣明略带诧异的眼睛 你给我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了 穿梳前我还是个爹不疼娘不爱 独自艰难求生的社畜 现在有娘爱不说 外祖家也特别厉害 一身武艺开启传奇人生 简直不要太爽好吗 傻子才吊死在陆文轩这棵树上 大概是没见过哪家小姐像我这般 隆明脸去严肃的神情 低眉一笑 竟然有些温柔 这反差爱了爱了 不知如果我要她一起游历江湖 能不能答应 柳湘元的结局来得又快又狠 把养人家女儿十几年 便宜跌废都气炸了 当即将人逐出族谱 还狠狠羞辱了马姨娘一番 我去看热闹时 柳湘元一身素衣 哭得歇斯底里 现在你满意了 我眨巴着眼睛 你还能喘气 我就不太满意 原书里 柳念路不仅恋爱脑 对柳湘元这个妹妹 还存了手足之情 从小到大没少背过 为了虐儿虐 伤的不仅是女主 还有我们读者呀 都快气吐血了好吗 所以我看向便宜爹 决定让他昏溃的晚年清醒几分 叶灵珠是柳湘元拿的 他嫌分下来的童面不好看 卖了换钱买了套更好的 书房里的字帖是他撕坏的 花瓶是他砸碎的 差点和书生私奔的也是他 还有杜姨娘的孩子 柳湘元说生了弟弟 爹就不喜欢他了 所以那个孽种必须死 田一爹此生最难受的 就是没有儿子继承家业 杜姨娘那胎请人算过 是个男孩 他呆愣的看向柳湘元 接着暴跳如雷 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 你还我儿子 场边一时鸡飞狗跳 我看会热闹便走了 后来的事是锦叔告诉我的 柳湘元差点被掐死 田一爹到底不想背上人民官司 令人将母女二人打抱丢上马车 拉去别装自生自灭了 虽然不算特别爽 也算能接受的范围吧 毕竟这种头戴绿帽十几年的事 也不好宣扬的人尽皆知啊 解决完女配 男主那边也有了进展 这天 我正在院里练舞 前院小四来报说陆文轩来了 瞧着火急火燎的 我不想见 让锦叔出去拦着 但陆文轩还是强闯进来 阿璐是我弄错了 原来那日救我的人 真是你 哦 所以呢 我手中打狗棒不停 陆文轩丝毫不在意 强闯我的院子 会给我带来什么 嘴上巴巴着 既是误会 那婚约照旧吧 因为从前种种 他习惯了柳念路的低声下气 即便知道认错救命恩人 态度一时也难以改正 说这话时便如施舍一般 再看见我抡着棒子 眉头紧皱 快停下 谁家小姐不是知书打理的 我不喜欢你这样 日后进了陆府 也切莫带着这些 我停下动作 好整以侠的看着他 巧了 我也不喜欢你活着 不如请陆公子去死一死 陆文轩瞪大眼睛 对我这惊世骇俗的言论惊找了 但下一秒 他又重回自信巅峰 我知晓你是想另辟蹊径引起我的注意 不必这般 我不是苛刻的人 女子三从四德 善良大度即可 瞧这话说的 我都想一棒子打烂他的果 不好意思啊 我恋我不为别的 就为了看见不爽的人 俗话说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陆文轩一副怎么样 还不赶紧对我刻一个的样子 我真的忍不住 温奇打狗棒锤了下去 真当普天之下只剩一个男的了呀 勾三拉四 不该进猪笼 陆文轩被打得凹叫 捂着脑袋狂奔而去 一如他的堂弟陆玉成 我喘着气单手插腰 哎 说人话你不听 本小姐只能动手了 只是这点小运动就喘成这样 我心里生起浓浓的焦躁 练舞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原主柳念路是为了强身健体 但我觉得练都练了 那必然要精进到一刀一个脑袋的程度 填一跌自是不可能找师傅教习我练舞 幸好镜中还有一个人可以 我放下打狗棒 起树一番 出门寻到了荣明 他又是很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硬了下来 小姐想学何种武器 我盯着他 剑 武侠剧本里都这么写的嘛 何况荣明如果换一身白衣 再提着一把剑 嘶哈嘶哈 这不就是先锋盗鼓的大侠 荣明在我诡异的目光中 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随即带我去了一出铁匠铺 定做了一把宝剑 小姐也有基础 学起来不难 只是练舞终究不易 小姐可做好吃苦的准备了 我轻蔑一笑 男人的苦都吃过了 还怕着 话音落下 荣明又是垂头轻笑出声 眼尾的灵力淡了几分 却依旧像一把出鞘的宝剑 所以京城灵力有那么多大好狼 怎么柳年鹿就是看不见呢 这边我想鹿飞飞 那边鹿文轩不知从哪冒出来 原来你拒绝我是因为已经勾搭上 其他狗男人了 在场的确有一个狗男人 不过那人姓鹿就是了 鉴于男主的脑回鹿就是 女主必须始终如一 痴情不悔地爱他 明明出手还是背后偷袭 最后被一脚踹飞 真的毫无悬念 他捂着肚子恶狠狠盯住荣明 基于他人未婚妻 想不到荣孝卫是这样的人 我高要开口 荣明眯起眼 你们不是已经退婚了 再说满京城谁不知道 鹿公子的心上人是柳家四小姐 现在这番做态又是为何 鹿文轩喘着气粗气说不出来话 毕竟当初要退婚的的确是他 我急着和荣明商量练武计划 干脆上手拉住人往外走 身后鹿文轩艰难站起来 哑着嗓子喊我 阿鹿你别走 我真的知道错了 鹿文轩作为鹿家最出色的那个 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一般的存在 他这般脆弱的 几乎是设下尊严的求我 连荣明都顿了顿脚步 然而我只是拉着荣明 头也不悔地走出巷子 渣男回头也是垃圾 凭什么他认错我就要原谅 那些伤害可不会因为他一句我错了 就不复存在 何况我不是柳念鹿 没资格替他原谅 我能做的就是把他原本璀璨无比的人生 搬回正轨 荣明对我拉出巷子 走了好久才注意到我仍旧抓着他 小姐怎么了 我稀奇地看着他渐渐泛红的耳朵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动作 在这个时代有多大胆 但看着荣明的样子 又一时恶从胆边生 我们有这么不熟吗 叫我念鹿就好了 然后我就看到荣明的耳朵红透了 垂头回了句不合规矩 接着竟是施展轻功跑了 看着落荒而逃的背影 我挑了挑眉 好青春好不做作的男人啊 我喜欢 不过那日后再见荣明 我还是有认真练武的 就是不知柳念路 幼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枯燥乏味不说 每日练几个时辰下来 手脚酸软的直发颤 我也更加坚信 如果不是阅文设定 能坚持习武这么多年的小姑娘 不可能会为了一个臭男人放弃生命 荣明不是每天都能来 有时候有事 我便一个人在院里回见 这日 因为柳香园和马姨娘 颓废多日的便宜爹来寻我 看见我一身尽妆 先是不悦地凑紧眉头 随后强忍着说教的心态 尽量心停气和道 听说这几日 你谁家的帖子都没接 穿了我才知道 古代公子小姐的文娱生活 这般丰富 赏花宴 品茶宴 算是最平常不过 饭粥有糊 登高远望 起码打球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太闲了 大家快出来玩啊 从前柳念路接下帖子 是为了能看到陆文轩 而男人与我而言 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我停下动作 太无聊 不想去 便宜爹这才敢走进两步 哪有姑娘家不出去结交朋友的 后日学家的宴会 听说挺有趣 爹爹替你应下了 我打个哈欠 哦 既是爹爹应下的 那你自己去玩吧 胡说什么 便宜爹吹胡子瞪眼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想想你娘 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 你总要出去给人家瞧瞧 你柳念路活得好好的 生活的本质是八卦 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外界却有传闻 我因退婚意识伤透了心 病得下不来床 娘亲来瞧过我几次 每次都是欲言又止 原来是为了这样 我沉沉叹了口气 行吧我去 到了宴会那日 我穿了件舒爽的衣裙附会 便宜爹有句话没说错 薛家这场活动办的是很有趣 男女抽签组队玩游戏 游戏不伤风败俗 也不会有爱女子规格名誉 游戏奖品也甚是丰厚 如果没有内幕 把我和陆文轩凑成一组 今天应该会玩得很开心 看着她那张绿日浴室 放心一切有我的油腻脸 我有点后悔 早饭吃了两体小红包 因为陆文轩的关系 我兴致缺缺 而她大概是想在我面前 好好表现 几乎每场游戏都疯了似的 勇夺第一 柳小姐好福气呀 我很久没看到 文轩为谁这般拼过命 想来是为了奖品里的 幻语流线裙 听了耗费三年才对一件 穿上便如仙子一般呢 是啊 文轩其实也没有坏心眼的 从前是柳香园 花言巧语骗了我们 柳小姐 有什么误会解开就好 我们知道你还爱着文轩 不远处 路文轩对出了场上大部分对子 毫无疑问又得了第一 她握着代表头筹的红花向我走来 阿璐再赢两局 我们就赢了 场上响起起哄声 曾经对柳念璐恶言相向的人 忽然换了一副面孔 我清晰的记得 左前方紫色衣服的女子 曾大骂柳念璐不知廉耻 也记得穿白衣的男子 轻蔑的说柳念璐倒贴为妾也不要 他们肆无忌惮的伤害过柳念璐 现在却像没事人一样围过来 不愧是主角团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忍住恶心 看向始作俑者 今天的宴会 其实是你借薛小姐的名义举办的吧 路文轩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觉得我会因为一件毫无用处的裙子 重新喜欢上你 见我还是冷淡的模样 路文轩一时战红着脸 说不出话 而一向为了他仗义直言的朋友忍不住了 什么叫毫无用处的裙子 柳小姐是看不见文轩 为了你有多努力吗 看不见 我冷冷地望着这群自以为是的人 我只看到路文轩认错救命恩人 要同我退婚 看到你们一群人不断侮辱骂骂我 努力 他和柳香源在一起时也挺努力的呀 那人还想再说什么 路文轩拉住他 阿璐 我知道从前是我不对 但是你闹了这么久也够了吧 即便是柳香源 我也没花过这么多心思 你还要我怎么做才行吗 因为我没有像想象中 因为路文轩的行为感动落泪 哭着说爱你 于是那群人又换了嘴脸 颇为不耐道 就是 女子偶尔耍耍小性子是情趣 一直耍就是不知好歹了 柳小姐别装了 谁不知道你爱门文轩 现在机会来了 再不抓住 可别又像从前那样哭哭啼啼的 倒是后悔 我真傻 真的 何一帮智障讲什么道理呢 锦书 我越过人群 看向不远处 帮我拿过来吧 我一直是按一个道理 遇见不服气的人 打一顿就好 都好了几分 就知道你在疫情故纵 林林以前那么喜 然后他们就看见 锦书举着一个细长的竹棍跑来 这是什么 我接过竹棍挽了个见话 笑盈盈回到打狗棒 现场一片寂静 直到我一棒子 打得陆文轩哀嚎出声 众人这才惊恐的瞪大双眼 然后尖叫着散开 柳念璐 你疯了吗 也有人试图用自己强壮的男子 体魄制服我 而我教了他一个道理 都是区区一根 实际差别很大 我打得痛快林林 要不是还得维持女主形象 真的很想仰天狂笑 绿文不需要女主去死 也能把男主虐的死去活来啊 打狗棒 YYDF 我一战成名 便宜爹急的抓心劳费 造孽啊 你让我怎么和这些权贵们交代 我气定神闲 灌了口茶 放心 一切由我 便宜爹快吓死了 你想干什么 难道还想把各家长辈 也打得满头包吗 想什么呢 我挑了挑眉 我是这么心里没数的人吗 便宜爹 难道不是吗 在家坐了半个时辰 果然有几家闹上门 要我出来给个说法 但都是些和刘府门帝差不多 甚至远不如的 根本不是便宜爹担心的那种 毕竟所有事情 都是迎路文宣执意退婚而起 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陆家对不起刘念路 陆家不追究 剩余有头有脸的 更不想旁人打听宴会上发生了什么 说白了 今天上门来的 要么被当枪使了 要么想趁机捞一笔 便宜爹只想稀释宁人 我怎么啃 要说法是吧 正好我也有些事 想找各位长辈说道说道 去年游胡燕 赵公子伙同赵小姐 故意将我退入湖中 致使我高烧不退 险些醒不过来 今年元宵 李公子将我锁在杂物间 说不许我破坏陆文轩和柳香园优惠 按我朝律法 非法监禁 不知怎么判 还有宁小姐等人 时常捉弄嘲笑 排挤我 给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 这一笔又该怎么算 听闻新吊任的知府大人 断案如神 罪是刚正不额 不如我们连同今日之事一起 让那位大人叛一叛 人先还愤慨不已的几人恋上 顿时轻一阵红一阵 该因他们知晓 自家小辈是什么样的人 像陆文轩那样的人 身边除了家事相当的 也有大厅里这些家事相差甚远 为了前途家族刻意讨好 以求坏来好处的 陆文轩等人无需动手 只需表现出对柳念路的厌恶 自有人帮他排忧解难 为了虐女主 柳念路从未追究过这些人 甚至只字字不提 那么作为女主嘴涕 这活我接了 众人面面相去不敢说话 我笑着起身 示意他们随我去报官 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一行人 顿时个个眉开眼笑 哎呀 小孩子之间打闹 何必这么严肃 我想起来还有事 不好意思 先走一步 我也是 柳小姐人美心善 定是我家那泼猴 惹了柳小姐生气 我这就回去好好教训她 在便宜爹惊讶的目光下 大厅很快空了 之后她想到我方才的话 眼里难得有几分疼爱 如果受了这么多委屈 怎么不同爹爹说呢 我瞥了她一眼 有用吗 从前便宜爹就偏爱柳香园 无视柳念路 现在也不过是想用柳念路的婚事 为柳家换取利益 便宜爹还想装 怒气冲冲说要去报官 我伸了的懒腰往外走 你有证据吗 便宜爹 那你方才我 吓他们的呀 什么成年就是了 真当知府大人是神啊 不过心中有鬼 自然说两句就害怕了呗 你看 有些人就是气软怕硬 当你开始反抗了 他们反而不敢继续欺负 再后来 容宁知道这事也来寻过我 问我有没有被欺负 我把剑舞的虎虎生风 你觉得谁敢欺负我 那你呢 会不会觉得我离京叛道 一点没有女儿家的样子 容宁背着手站在光下 不会 这样就很好 我舞剑的手一顿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可惜啊 生活不如一时之八九 接下来每天我都在心动和心梗之间反复横跳 心动是因为容宁 心梗是因为陆文轩挨了一顿奏后 更加没脸没皮的碾上来 熟人可以给你打九十九折 陆文轩就这样一边求我和好 一边又骂我欲情故纵 看得我怀疑他要精神分裂 就在我烦不胜烦时 边关传来消息 外祖父中了埋伏 生死未知 娘亲当即哭得昏死过去 战场刀剑无眼 外祖一家定是做好了血洒江山的准备 只是作为亲人实在难以接受 容宁也来向我请辞 边关战士吃紧 容某要回去了 念你若想继续习武 我在寻心的老师 我没有回答他要还是不要 只问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容宁想也不想便拒绝 打仗不是儿戏 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意料之中的反应 我没再坚持 反正出城那日偷偷跟上就行 穿越既是柳念路人生的转折 也是我的 平白无辜占了人家的身子 总要为他做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来了 柳念路去了哪 但我知道那个生死未知的人 是疼爱了他十数年的外祖父 知道柳念路曾经终其一生 都被困在京城 困在毫无意义的情爱中 所以我想带他过另一种人生 我偷偷留了书信给娘亲 又让锦叔盯紧龙明 终于在出城的小路上等到了 简直胡闹 龙明看见我 当即调转方向要送我回去 我拉住马退后一步 龙校尉觉得我会乖乖听话吗 接着我一马边甩下 头也不会往前跑 龙明拗不过我 一路上都沉着脸 停下歇脚时 我才有机会同他说话 放心 我不会拖你后腿 又是赛马 便是二表哥都敌不过我 我也不是任性妄为的大小姐 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 不会闹着非要去的 到了边关我会在路程留下 几位嫂嫂不也在那吗 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清楚的 上阵杀敌 亦或是寻祖父 都不是我该做的事 听闻路程有一对女子 组成了后勤团 会帮忙照顾伤员 我的目标是呢 龙明一直不肯点头 直到马吃饱了草料该启程了 他才看着我 颇为无奈的叹了口气 算了 我终究还是不想你 讨厌我 最后三个字 轻得像一声窥探 很快飘散在风里 见了我立刻忙着收拾相防 又心疼我风餐露宿受了苦 我摆摆手 自视几位嫂嫂更辛苦 表哥们还在前线与胡过交战 城内伤员无数 紧张不已 乔表嫂们清黑的眼眶 怕是好几日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不是来游玩的 或随身只戴了几件衣裳 简单收拾后便说了此行目的 表嫂们到个惊讶 像你会做出来的事 从前在京城见你时 便觉得你这女子 心思与旁人不同 大概是像你外祖父吧 追求自由 却又心有责任 书里对柳念璐过往描述 只有寥寥数语 她和表嫂们相处的时日亦是极短 可连她们都看得出 柳念璐即便不是翱翔的雄鹰 也该是勇于挣脱牢笼的紧缺 陆文轩在她死后的深情不悔 与柳念璐本该拥有的灿烂人生相比 简直是对柳念璐的侮辱 简单了解城里的情况后 我和表嫂们开始投入到 救治伤员的忙碌中 荣明也离开了路程 临走前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笑她婆婆妈妈 话比我娘还多 气得她甩手就走 不过最后还是派人 把本想亲自交到我手上的箭碎送了来 上面寄了一枚平安扣 中间刻了一个字 是念 大表嫂看在眼里 让我少捉弄荣明 我把箭碎绑在箭上 大战在即 我不该让她有牵绊的 二表嫂摇头 可是好像已经晚了 我叹了口气 是啊 明明把人聊到了 怎么却感觉好像做了件天理不容的事呢 半月后 前线有了外祖父的消息 军中士气高涨 一连击退了胡国三次进攻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谁想年关降至时 路程被围攻了 胡国意图明显 天气开始变冷 他们粮草短缺 便打起了路程的主意 而路程自古一手南攻 又有嘉阳关作为防线 即便城内人心惶惶 也从未想过胡国赶绕过来围攻 想来他们此番是山穷水尽了 大军赶来只需三日 而胡国必然也想着 在三日内破城 洗劫物资 所以路程必须撑住 上市不中的人都加入了城防 女人们也咬牙 烧热油 准备石块 誓死守卫家园 几位表嫂纷纷拿出武器 明明穿着衣裙 却并不让人觉得柔弱 我也抱着自己的剑 和他们一道走出去 那算一场恶战吗 我想应该是的 不断有人在我身色倒下 而平时看见血 都会红了眼眶的姑娘 此刻咬牙往城门下到热油 说击退胡国 就要回家成亲的小兵 临死前 还紧紧握着心上人的猪花 三表嫂左肩中了剑 他砍断剑使 回头冲我笑了笑 原来他身上的伤 会这么痛啊 我看到很多人在哭 一边哭又一边擦掉脸上的血和泪 颤着双手将刀子 送进胡军的身体 我该知道的 战争从来不是盛大宏伟的 它的本质永远是血腥和杀戮 最后 我看见了熔明 以及身后数万将士 路程跑下了 明明浑身发软 恶心想吐 我还是强撑着一口气 站着等熔明走近 甚至嘚瑟了一句 怎么样 一刀一个脑袋 没给你丢脸吧 熔明紧绷的神情 有一丝松动 最终在我的注视下 长叹一口气 阿璐不愧是女中豪杰 听完夸奖 我仰天大笑了三声 接着就是天旋地转 彻底晕了 再醒来是两日后 府里除了我和受伤的三表嫂 其他人继续站后休整去了 前线和胡国的交战 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所以外祖父和表哥们还未回来 三表嫂吊着一只胳膊 坐在床边看我喝药 你可吓死我们了 明明没见受什么伤 弹起胡冰来 也是一刀一个 怎么就好端端晕了 我喝掉药 迅速塞了的蜜剑 才不好意思到 不太习惯 这是我和柳念璐 都从未经历过的 三表嫂接过药碗 不习惯才是正常 每个正常人能习惯这种事 你三表哥每回回路程 都会抱着我许久不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也难受 那一刀下去 即使保住了身后的家人 也是杀了别人的家人 但是再坚持坚持就好了 他总说 这天下本就不会有永久的太平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争取 那天下午 我听三表嫂说了 许多和三表哥的事 从定亲后的忐忑不安 到日后的相濡以沫 如果人这辈子 一定要和一个人 相伴一生的话 请按这个标准来 后来三表嫂说累了 又问起我和荣明 我想了想 大概是喜欢的吧 荣明离开后的日子 我想了许多 优秀的人身上 总是有足够的闪光点 我不该因为陆文轩 对其他男性有偏见 何况荣明和陆文轩 也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两种人 最起码 作为这个时代的男子 荣明懂得尊重我 如果换作是陆文轩 在出城门的那条小路上 他只会教育我身为女子 该如何如何 而不是带我来边关 年节过后 胡国求和 外祖父和表哥们 终于可以回来了 我兴奋的满大街窜 这可是实打实在乎我的家人们啊 外祖父比书中 描写的更高大威武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夸我 不愧是我女儿的女儿 经过不让须美 当个小将军也绰绰有余 我喜滋滋地接受夸奖 心想不愧是外祖父 很懂说话的艺术吗 一句话夸了三个人 外祖父很高兴 倒是表哥们纷纷凑到荣明跟前 去年他们回经过一次 百般劝我和陆文轩退婚 我都哭着说不要 所以现在不太理解我 怎么跑边关来了 荣明笑了笑 阿璐说他喜心革面 重新做人了 我低流着剑走上前 对 男人嘛 怎么也该是荣明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看着上一秒 还在哈哈大笑的外祖父 下一秒抽过大表哥的剑 往荣明身上砍 你竟敢觊觎老夫的外孙女 有了陆文轩这个前车之剑 外祖父和表哥都说 要好好考察荣明 回京的路上便各种考教 虽然我觉得那已经算是刁难 但荣明都忍得下来 可惜外祖父还是看他不顺眼 直到抵达京城 陆文轩前来拜见 外祖父这才给了好脸色看 哪来的狗也敢在府里乱叫 荣明去把他赶走 因为我偷跑出城 便宜爹大幕 所以回来后 我接了娘亲来 就没回刘府 大将军府不同刘家 陆文轩被赶出去 也不敢强闯 只站在门口 一遍又一遍说想见我 后来说这句话的人里 又多了一个便宜爹 不仅因为外祖父平乱有功 我和几位表嫂 也因为路程之战 得了不少赏赐 不过我都没见他 每日忙着和荣明练武 你真的愿意放下京城的荣耀 和我行走江湖啊 荣明升官了 上上少了更大的宅子 回京这段时间 提起了媒婆 都快把他家门槛踏破了 可荣明只是窝在 大将军府陪我习武 荣某本就截然一身 要说这京城唯一惦念的人 便只有阿璐了 我停下动作看他 荣明 你为什么喜欢我 荣明愣了愣 其实幼石 我见过你的 捂着一柄小木剑 坐在大将军肩头 说要做征战四方的女将军 那时我便觉得 你格外鲜活 同那些小小年纪 公益心计的人不一样 但是后来我 后来我喜欢上陆文轩 为了他连尊严都不要 更不记得幼石的雄心壮志 你失望了 是吗 荣明摇头 也不是失望 是惋惜 我觉得你因为陆文轩 变成这样不值得 可我当时并没有立场阻拦你 也看得出你很喜欢陆文轩 那么我的阻拦 只会令你更痛苦 再后来你忽然不喜欢他了 找到我说要习武 还痛打了陆文轩一顿 我承认自己不是君子 那时的你便很令人心动了 看吧 柳念路的人生 就是值得更好的 而我也不需要用死亡 让陆文轩懊悔 只要我过得比他好 陆文轩就会活在无尽的悔恨中 离开京城那日 除了便宜爹 大家都来送行 几位表哥恨不得 将荣明拉下马痛揍一顿 最后还是忍住 嘱咐他好好照顾我 我挥手同亲人说再见 和荣明并肩奔向远方时 在心里默念了一句 柳念路 我带你去看更多风景了 全文晚安 快看呀 我家的竹子太神奇了